爹 我和哥哥看镇上的门神 学来的呀 不过是画得更精细了 爹不也说我有绘画的天分吗 可能真的很有天分呢 学缅儿就知道 这样的话一定会让家人多心 这个自己也是尽量符合现在的样子 并没有很出格 不会引起外人的注意 是啊 爹 妹妹今天在镇上看了好久的门神呢 缅儿 你在哪儿见到这样好看的门神 咱们家真是耽误了妙儿的天赋 这要是有钱人家 妙儿这手也不用画年画挣钱呢 爹 我就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有爹娘疼爱 就算是给我个公主我都不换 我就愿意做爹的女儿 这孩子真是太懂事了 爹高兴 咱们画年画 好嘞 我教大家 学缅儿开始动起手来 本来家里也都是会写字的 又是描画 所以也不慢 一会儿都能自己画了 学缅儿又想了几幅年画 自己是没有画得过于精细 免得让人怀疑自己 董立东中午如约而至 背着自己的小包袱 来了就先让玄文涛检查自己的功课 东小子 吃个肉包子 一会儿再学写字 今天都画画呢 一会儿你也学学 听见包子 这个时候的村子孩子没有不想吃的 不过这孩子拗得很 一直说长大了要当将军 当将军就不能动百姓的一草一木 未来的董将军 这是下官缴纳的粮草 真的 妙儿姐 以后我当将军了 你给我当个谋士吧 我是女子 不能进军队的 不过姐姐会支持将军进军阴之前的粮草 那好 以后我要是当了将军 一定会给姐姐求个告命的 东小子 我是你的恩师 以后我得是个什么身份 这个 等本将军和属下商议后 才能定夺 屋子里更是都笑了 董立东怎么也是个孩子 只顾低头自己吃包子了 我不要 谢谢观看